大家好,欢迎收听苏维朗读 今天分享陈道明的闲话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 只是交往方式不同 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 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 我觉得人真是掏心窝子的时候 就离分开不远了 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 我会制止他 一,这个跟我没关系 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 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 会产生一种玄空的情绪 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 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 好似肺腑 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 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走到现在 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最好的方式 只是我接触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可能别人觉得 厮守在一起很美好 很快乐 其实也不错 谈谈工作 我的运气不错 我的运气不错 愈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得了 老天不给机会 到现在也什么都不是 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色彩很浓的行业 有时光拿能力说不了话 看看现在这个行业很多现象就明白了 这个年代是只求结果的年代 我说过三五年可能会退出 活到老 演到老 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 观众已经看了二三十年了 还不烦你这张脸 这是很难的 留个念想吧 给人留一个念想 可能还好一点 填下心来自己看点书 再学点别的东西 进入一个平静的状态 我们这个行业一旦走进去 想平静很难 昨天同行朋友给我发信息 是不是又在挣奶粉钱呢 我回个信息 今年不入你们娱乐圈 我庆幸有可进可出的谈力 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 这么说有点得便宜卖乖的嫌疑 但没有背过的人很难体会 有一些人背了一辈子 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其实这包袱还是可以放下的 它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美好 权衡之后就能做出选择了 有三十岁的朋友告诉我 他活得很焦虑 社会走得太深 你就会焦虑 能对生活多控制一点 焦虑就会少一点 一天到晚在饭桌上 跟人吃饭 跟人吃饭说话 说的话跟自己毫无关系 说的都是张三李四 王二马子 好消息 坏消息 真消息 假消息 都得隔进去 你就是垃圾桶 你成也得成 不成也得成 隔这么多垃圾 怎么可能不焦虑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 人忍受不了空白 就要往里边填东西 给自己夹在 其实最好的事 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发呆 有一起发呆的瞬间 说明关系是多么放松 我们常常在与人接触时 让自己撑着 都是怕话掉地上 话接话 赶快接起来 太累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 看到一幅对点 在高处立 着平处坐 向阔处行 存上等心 结中等圆 想下等幅 我一直在体会着它 在高处立 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 着平处坐 踏踏实实 平等对人 向阔处行 就是说心胸要开阔 做事要变通 别走死胡同 存上等心 就是存善良的心 要自律 结中等缘 就是不惧人千里之外 也不零距离接触 中庸 想下等幅 就是说要能吃苦 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形而正难 现在让我了如指掌的是我的家 家一定得干净利索 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 我就一定要扶正 我喜欢收拾家 这是一种心境 收拾完特干净 会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 就是多在家待一待 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照回家 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 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 不是因为事业 而是在酒桌上 歌厅里 如果晚上 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 也是一种时尚 我太太是个自省的人 从不会伤人 平时语言也不多 你也看不见她和谁红脸 有一些事发生在别人家 可能就是惊天动地了 到我们家 好像根本没发生一样 这就是重组不惊 我是风筝 我太太是那个牵线的人 我飞得再高 还是在她手里 我家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 很少大声喧哗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 陈道明的闲话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